機車騎士正在路口停等紅燈 突然間碰得一聲 一台烤麵包機 竟然從天而降 直接麵包機零件碎片 向外四處噴箭 下了騎士連忙靠邊閃避 一旁住戶聽到巨大聲響 也趕緊走出門查看 有聽到東西掉下來 也碰著一聲 那個人是很怕的 那個人會出人命的 那個東西很重 當然是很可怕 當然是很可怕 要是小孩子走過的話 砸到的話 那可能比大人更危險 回想起當時情況依舊心有餘悸 因為只差一兩公尺 就要砸到人 騎士氣的報警處理 事發在15號上午 新北市板橋縣民大道三頓巷口 警方調查這名料性嫌犯 疑似因為情緒不穩 才會將烤麵包機拋出窗外 事會造成民眾受傷或財務損失 警方一規定受理 並擴大掉約入口監視影像 查訪附近住戶 因為一時情緒不穩 把麵包機當作出系統丟下樓 最終將面臨五年徒刑 好了這回沒有砸到路過人車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